Hello大家好,我是莫兰,这个频道是专门分享家庭种植的,今天想跟朋友们分享的是用桶,花盆,种植袋,麻袋,轮胎等各种容器来种菜的好处。 最近几年,在家种菜的朋友越来越多,各种盆栽蔬菜也是非常流行,很多适合种菜的容器不仅颜色亮丽,形状漂亮,赏心悦目,而且用桶等容器来种菜,好处多多,方法简单。 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我就只说最明显的10个好处吧。 第一个好处,没有菜地也能种,很多年轻的朋友住的是公寓,没有可以专门种菜的土地,还有很多朋友退休后住处从有院子的房子换成了公寓,但是还想自己种菜,各种桶,花盆,种植袋等就很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 把菜种在容器里,容器放在阳台上,会长得很好。没有菜地,照样可以获得丰收的喜悦。 第二个好处,减少病虫害。在桶,花盆等容器里种菜,你可以准确地控制土壤的组成,可以选用虫栏和并均含量极少的带桩花盆土来种植。 使用这些没用过的新土,就不会像菜地里的土那样,有很多潜在病虫害。这样,您就可以省了很多花在防治病虫害这件事情上的时间,而且您可以很方便地转动花盆,来全方位观察蔬菜生长情况,有效控制病虫害。 第三个好处,种植简单。用各种各样的容器来种菜,可以简单地去商店买盆栽土和肥料,直接放在花盆里。 这些带桩的新土里面不含草种子,不会像菜地里那样,不停地有杂草长出来。 所以,这样种菜,就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和力气来翻地晒土除草了。 您可以省下大把时间,来静静地欣赏花花草草。 第四个好处,省钱。 首先,是省掉了买铁鲜等菜地里专用工具的费用。 而且,种菜用的容器,很多都是不用花钱买的。 您看,我种西红柿的这些大水桶,就是喝水剩下的桶,免费的。 再看看这些种蚕豆的花盆,是以前买莓果花带来的花盆, 不用花钱买。 种芋头的粥爪香,也是废物利用。 再看看我种生菜的种植袋,非常耐用,反复用上十几年,没问题。 第五个好处,数量随意。 您可以种上几十上百盆蔬菜,也可以只种一颗菜,想种多少就种多少。 这一点,对于经常种菜的朋友们来说,非常便利。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事先来做好精准计划。 对于新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可以先从少量的几个品种开始尝试自己种菜,免去了很多复杂的准备工作。 等您熟悉了蔬菜生长特点和照顾蔬菜的方法,再逐步增加蔬菜的品种和数量就好了。 第六个好处,增加种植面积。 很多朋友都喜欢在院子里种菜,越种越多,总有一天菜地会不够用。 这时候,您可以用上这些桶、花盆等容器。 您会很惊讶,看上去不起眼的这些废旧容器,怎么种了这么多菜,不可思议。 其实,蔬菜本身占用土地面积并不是很大。 在菜地里,为了让蔬菜叶子能够伸展开,接受充足的阳光,并且通风透气,就需要每一颗菜之间留出一部分空间。 用上花盆等容器,只需要等植物长到更大的时候,把容器拉开距离就可以了,并没有占用那么多土壤。 第七个好处,方便移动。 正是因为用容器种菜,可以很方便地移动位置,我在今年2月初,就可以开始种植樱桃萝卜等蔬菜了。 我每天中午,阳光好,温度高的时候,把种樱桃萝卜的矿泉水平搬到室外接受阳光,晚上就搬回室内。 这样,提前很久,就吃到了樱桃萝卜。 花盆等容器移动方便这个特点,非常有利于让蔬菜得到更充足的阳光。 可以追随着阳光,把阴影里的蔬菜移动到有阳光的地方。 第八个好处,充分利用空间。 我通常会在厨房窗台上放几盆螺乐、迷迭香等香草类盆栽。 除了方便摘叶子用之外,既美化了房间,又把窗台这样的小地方利用起来了。 再发挥一下想象力,您看,我把这些豆子种在奶瓶子里,挂在阳台栏杆上了。 把栏杆这样的地方也用起来了。 还有,这些西红柿就放在阳台栏杆下面,西红柿的枝叶往外面长,长多大都不会更多的占用阳台空间。 你看,已经开始揭晓西红柿了。 第九个好处,不会积水。 当然,我们无论选用什么样的容器来种菜,都一定要保证底部有排水孔。 如果是这样的桶,本身没有排水孔,您在使用之前,要自己扎一些孔。 在桶底部,均匀的钻几个直径一厘米左右的孔就可以了。 你看,我用这些桶种菜之前,都是在底部扎过孔的。 这些孔就保证了容器排水流畅,多余的水会流出去。 所以不会积水,这样就很好地保护了植物的根系。 第十个好处,节约水肥。 在菜地里浇水,一般都是把整个菜地土壤全部浇透,包括植物和植物之间的土壤,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水。 用容器种植,只需要精准地把每一个容器里有限的土壤浇透就好了。 花盆之间的地面是不需要水的。 肥料也是一样,如果是菜地,在种菜之前加底肥的时候考虑的是整个菜地加入多少肥料,包括栽种菜苗的地方和菜苗之间的土壤。 在容器里加底肥,只需要考虑容器里有限的土壤、肥料分量。 当然,用桶和花盆等容器种菜还有很多好处,不然怎么会这么流行呢? 我们再简单说一下,用桶和花盆种菜需要注意的几个点。 第一,要选择尺寸合适的容器来种不同的菜,因为毕竟容器是有限的,植物的根喜欢向四周伸展,需要空间。 所以,使用的容器一般是越大越好,像这种四升的奶瓶子,可以种一些豆子和香草之类。 我就是把几颗罗勒种在奶瓶子里了。 高度10厘米左右的容器,你可以种一些不算太大型的叶菜类,比如油菜、生菜、菠菜、罗勒、薄荷、小葱、蒜苗、木耳菜、芝麻菜、线菜等。 高度20-25厘米左右比较宽大的容器,可以种一些瓜果类,比如茄子、辣椒、黄瓜等。 地瓜、土豆等就需要高度30厘米以上的容器了,因为需要更多的高度来生长地面下的快劲根。 再从体积角度上说一下,西红柿、茄子等需要5加仑的容器,辣椒需要3-5加仑的容器。 如果拿不准需要什么尺寸的容器,尽可能选用比较大的桶来种。 第二点,菜种在容器里,冬天可能更需要注意保暖,或者搬到室内。 夏天有可能需要散热、降温。 因为容器和菜地比起来,有限的容器直接暴露在空气中,所以温度更容易随着气温变化而变化。 菜地里的土壤温度就不会变化这么大。 第三点,有限的土壤,保水能力,相比于菜地里的土壤差了一些,需要更勤的浇水。 可以把手指插进盆土里面,感受一下土壤是否湿润。 如果干燥就浇水,慢慢的浇,一定要浇透,一直到容器下面有水不断的流出来。 第四点,容器里有限的土壤,所含的肥力也是有限的,所以配土的时候,就需要提高肥料所占的比例。 一般我会在容器里使用一半体积的花盆土和一半堆肥土加各种有机肥。 菜苗生长过程中,一般需要两周左右施肥一次,同时还要密切观察,看是否缺肥。 第五点,种花种菜用的各种容器,最好是放在架子上,而不是直接放在地面上。 因为花盆和地面之间的空隙比较凉爽潮湿,就成了很多虫子的庇护所,时间长了会滋生很多害虫。 另一方面,容器在一个地方长时间不挪动的话,在地面上会留下一圈痕迹,时间长了不容易清洗。 第六点,在花盆底部,放一些树枝,枯叶等东西。 一是可以透水的同时,阻止里面的土流出来。 另一个重要作用是,树叶和枯枝可以吸收并保存一些水分。 盆土比较干燥的时候,这些水分可以让根部不至于严重缺水。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咱们周四下午5点再见。